哈喽大家好,我是永恒,那么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的话呢,各位来一个恐龙快打啊 主观呢,这恐龙快打是改版 叫做恐龙快打天王版 好多人可能一看这个阵仗下构腔 但是你别慌啊 这游戏呢,是无线枪 哎,你可以看到底下这个M16呢 子弹术呢,一直保持在20 无线子弹版本啊 这个呢,就是俗称的这个叫 恐龙快打核心弹头版啊 这个版本的话呢,作为这个解压啊 你玩起来的话呢,非常的爽快啊 但是呢,对于大神来讲呢 这个版本也要分出一个通关速度上的高低 那么呢,咱们今天这名表演大神的康义华大神 那么咱们来看一下他的表演啊 之前的话呢,这个速冻记录呢,也是他保持的 这位置你可以看到呢 他拿上了一把冲箱以后呢,故意留这个练球兵 我们来看 在这个血槽下面这个攻击力啊 这个数字就是攻击力,无限攻击力的显示 之前的话呢,一直是30 现在变成了99 那么呢,咱们单纯从这个数字上来看呢 这提升了三倍 从那个实际杀敌效果来看 这把M16可以看到 三掉血的BOSS一次性击倒 这里呢,就是他恐怖快打的一个骗暴击系统 这个数字呢,在原版不会显示啊 但是呢,经过这些改版作者的这个 小手修改以后 这个攻击力这个数值 就被以数字化的形式显示出来了 那现在呢,他就获得了本游戏的最高攻击力啊 99冒击 后边的话呢,只要是不挨打 可以掉血,但是只要是不挨打 这个攻击力呢,就不会消失 然后你看这一段啊,就是刷屏有点慢了 是吧 可能也是他杀的太快了 这位置可以走了 最后呢,落地 你可以看到三枪就打死了一管血的人 看见了吧 好像两枪啊,我也看不清 这个攻击力实在是太高了 之后呢,咱们这里呢,一路把这个枪给它够住啊 开过去 这里呢,也可以解释到为什么选择汉娜了 是吧,因为那汉娜这个角色呢 是本游戏里边呢 枪械或者说是武器专家 他使用这个枪呢 射速呢,是其他三名角色呢 都达不到的一个高度啊 就比如说啊,同样用枪啊 你让这个撞汉牌死来 前面六个怪,他 点不住啊,这六个怪可以顶着枪过来打你 但是呢,汉娜来讲呢 是完全没有压力的 这是选择这个美女的原因啊 这个美女是这个版本最强人物 之后呢,继续往前走 这个位置呢,依然有枪 选择了一个冲锋跳,UCI OK,往前走 这个位置呢,继续输出 这把枪的输出呢 自然比前面的M16低起来啊 但是呢,也是目前为止 所能拿到的最强的武器了 所以说没什么好说的 然后这个AB的话呢 就是石刻硬度突发之间 这个版本别的都不可怕啊 你就想一想 这版本作为普通玩家 可能好多人看到这说 这个版本啥难的是吧 我上我也一样干什么的 不就开出枪吗 对吧 这个版本你实际去玩过以后 你就懂了 你就懂了 对于普通玩家来讲呢 想把这把枪保住啊 咱就比如说像他似的 骗一个最高攻击力打速度了 你想把这把枪保住 那都是不太容易的一个事 是吧 然后呢,这个枪一旦你保不住 那你要面对的这帮对手 可想而知 是不是 有好多人的好奇 这个去哪玩 这个游具片男人就有啊 你去那顶上自己下一个 然后找空龙快打 那个专区开个天王板 简简单单 随便找人都找不到 然后到这里咱们就向前走 还是这把枪 之后他这个左右开枪 我不知道他这个左右开枪 我也把握这个版本啊 我也这么左右开枪 但是有的时候会出千件A 我不知道他们这开枪 为什么这么稳定啊 我有的时候左右开枪 就出千件A了 不知道是不是 三国战机那个 四六四六A这个系统通用啊 我一整就出跑A 很坑 但是你看 我看他的左右开枪很稳 而且呢 他这里是单脚移动的左右开枪 你看这吧 他这个汉纳 走的还是个太恐怖 我那里呢 就是 不知道跟这个键盘摇摆 什么区别 OK 那这里呢 换眼又不用打了 直接走 然后这么看这关 沙特干 这把枪的攻击力是很爆炸的 单论一发子弹的伤害呢 这把枪绝对是冠军全场 是吧 但是呢 这把枪的这个持续作战能力呢 是没有那个M16强的 过关了吗 哥们不还够够够的吗 这怎么这个胖子拍子 这过关了 好了 第二关这里呢 连这个最终的boss主战场都没到 直接在这就解决了 你可以看到恐怖的攻击力 带来的效果 OK 咱们就向前走 第三关 出门给了一把 这个 这把枪呢 单体输出呢 肯定是不高啊 但是他这个 整体的攻击力太高了 你看到他这把枪 一颗子弹 能打掉怪的一行血 整个一条 这就是高攻击力带来的好处 而且你看他卡这个位置 刚好是boss的子弹打不上他 而呢 他能打的boss也不对啊 他这枪全屏呢 他为什么要卡这个位置 好吧 无所谓了 大神自然有大神的一想法 这位置把怪引出来 然后呢 用AB把怪打到右边 之后呢 怪一旦跳踢 咱们呢 就这个AB 而且这里的e-boss 不知道各位 全部注意啊 e-boss的这个移动速度 是增加了 增强了 但是 跳跃速度啊 俗成的这个弹速呢 没什么变化 哎 选择剪手枪 啊 没有 我以为会把这个尾火 弄了 择手枪 沙特干 啊 他又来了 我们来看啊 这里沙特干干一干 这个最终boss 沙特干干的 最终boss是最爽的 没有之一 因为的话呢 这个最终boss 霸体不倒地 啊 用沙特干狠狠的干呢 嘛 一干这个三boss 就快了 小的时候呢 咱们玩这个游戏呢 都是喜欢在这关 啊 然后下车 打出枪 用沙特干狠狠的 干一干这个三boss 因为三boss不倒地 是吧 那样的话呢 会感觉很爽 但是呢 你看他这个 沙特干干终枪boss 更爽 然后呢 因为这把沙特干呢 有射程上的这个缺陷 所以说呢 他打这个沙特干呢 会占一个半瓶 这样的输出是最高的 出门识幻影 啊 没用啊 再来识 这也白扯 对吧 在这种强火力的输出之下 没用 谁来都白扯 哎 你看是吧 这个eboss这个移速 变态的飞起 他也不敢听枪 哎 这位置AB 反应很快啊 这位置就是时刻注意 因为呢 拿着这个枪 你面前的敌人呢 应该对你产生不了什么威胁 一切的威胁呢 来自于空中啊 这里是走位躲开 然后喷掉 捡一个这个汉堡包 就这样先走 加血走一口 没有吃 看来是为了速度 这个炮 这个炮的话呢 汉达用不厉害 啊 这个打炮的话 还得是那个麦斯 麦斯那个炮 很厉害 这个汉达用的话呢 工作力很大 这个也很 贴近现实是吧 毕竟是个妹子 下不住对的工作力 但是忠汉麦斯呢 用这个炮就很稳 只不过呢 这个炮这个武器 我没见谁 在这个玩意里用过的 除非是实在是没枪了 给他吵死了 然后贴上这个枪 在这种模式之下呢 变成了一个很棘手的敌人 所以说呢 直接跑 继续往前冲 然后来看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呢 刷新了N多的马云爸爸 选择呢 站在屏幕的最右边 AB夺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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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之后呢 有两脑龙的无敌 但是呢 一旦去剪弄了一只 两脑龙的无敌 就会消失 所以说的话呢 在每次剪完墙 再开枪呢 都会再重新砍下去 之后这个马云爸爸 在死亡之后呢 选择走到了地图的左边 你为什么不在右边 在右边还能对这个汉塔 造成点危险 你看这个多极致 这家伙就在右边变身的 我们来看 能不能到这个地方 一寸长一寸强 改宋小王讲话了 就差二寸呢 就差二寸就捅着他了 但是这个耐火 这二寸是生与死的距离 OK 那再击杀三个 这个变身的这个boss 结束了 全死了 但是呢 因为杀的太快 有的怪还没出来 不知道这个 能不能就干净 把最后这只怪给取消掉 其实这个模式 也不差这一只怪 是吧 如果呢 你能把这个 最后这只怪给取消掉 整体的流伤度 和玩家玩起来 那个爽坏程度 他也就上去了 是吧 你无论是玩啥 你 我这边玩的正嗨呢 就过瘾了 啪 歇了 停气了 是吧 瞬间快乐就下来了 然后你再往上去 那就不太逮了 你看就像现在似的 平白无故 在20秒 在等这怪的出现 是吧 如果现在就是接着往前 哗哗哗 下一个环境接着干 那整体的流伤度会好很多 但是把这里踩出来 等了他有半分钟 就这么一个怪 对不对 才搞定了 然后踩出够够够 是吧 这里不知道能不能把 最后的怪杀了 直接走 那样的话 感觉会得劲很多 OK 这位置呢 两枪 击杀掉所有的胖子 往前走 有M16吗 有 应该会换上吧 我感觉 M16应该是比这个杀的干 靠谱一点 这位置呢 没有选择换 先用杀的干的 这个单发能力 能一枪一个 然后 一Boss 看来是不打算换了 我看没价值 等Boss落地 落稳 你们在空中开枪的话呢 中不了这个枪的 一个全额伤害 所以说呢 下一个两个AB 还有说的 下一个AB没死 这是因为自己的攻击力太高 导致这个AB的不掉血 但是呢 枪械的话呢 是没有这个伤害保护的 9分钟来到了第四关的关底 拿上了再把M16 左右扫射 左右扫射 这应该是左右都有怪 这位置 好 所有的换野怪都去到了右边 还望左扫 左边没怪了 这里呢 AB一手保护自己 漂亮 打死了 这样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个Boss 简直脆的就跟纸一样啊 这个 这种攻击力实在是太恐怖了 过关了 也就无所谓了 OK 那这样的话呢 第四关也结束 这个看起来很爽的吧 然后咱们来第五关 第五关出门还是有枪 可以的 直接往前走AB 打上一把啥子干 这位置不选择减这个M16吗 还是超起来M16 这还 最强武器啊 肯定是 不是浪费剧名 这里打了个千千A 然后开始往前扫 忙忙多大二Boss 细续输出 也不选择像原版什么叫不叫恐龙了 也没有那个小胖子是吧 无所谓了 这里就杀就完了 忙忙多的小胖子都被改成大炮 这里的话 这个这几个Boss还是很厉害的 这几个Boss的组合呢 都有天生突击技 一Boss 二Boss 六Boss 都有从天而降的招法 是吧 还是很厉害的 这里的幻影呢 这个 怎么说呢 幻影的这个影响力 比之原版的 是大大将军 你看是吧 这幻影没什么用了 当然也有用了 不是彻底没用 只不过的话呢 比之这些会空中技能的怪 是蜀色了很多 然后呢 再就是远程怪 像什么马云霸霸了这种 有这种就是 坏人的飞刀 你能给他对付 马云霸霸的死蛋 你对付回去 像这种怪 也是很厉害的 就是这个完美 几大需要注意的怪 最后呢 继续 一马平宽 哥们你饿了 他还吃上了 心脏那么大呢 枪都下你 不知道他还吃 然后这个地方呢 也不去什么角落了 直接呢 就是一波流 全部干倒 你别说 这个汉纳 这个姿势 下枪姿势还是显得 很可以的 是吧 这位置呢 继续 AB对抗 然后接着走 再AB对抗 这反应就一定要快了 AB夺子弹 这反应就一定要快了 然后慢一点 枪就没了 对于他来讲 是不得爱打吧 对于他来讲呢 就是爱打包低掉了 整体影响速通节奏了 速度就慢了 这现在基本都是秒杀 你看是吧 帮帮多的猴子没用 水旁的猴子没用 全部扫死 直接往下走 好多的M16啊 这游戏就是双打 应该开机不到 双打一个扫左 一个扫右 AB继续对抗 你看他站的位置很有强 你炮弹 左右的炮弹都划不着 走位 躲跳 指甲雪 全部扫死 OK 12分钟 见到马云爸爸 怎么就停了 你看是吧 还好 这个我们停的 不太多 够够够的时候是无敌的 这里开场不好解啊 开场AB 肯定是AB的 然后这里开场AB 然后呢 继续输出 站到了屏幕就最顶上 最顶上的话呢 似乎是个马云爸爸的王区 这位置呢 这个欢迎死了 左边也死了 好 左边没怪了 但是野王所在扫尸啊 因为左边的话呢 可能是不是会刷新一些新的怪 这位置呢 跟马云爸爸打变身了 两个马云爸爸也不知道 谁是主 谁是副 反正呢 得谁揍谁 这个版本呢 你也不可能说 定了一个揍是吧 不现实 这里继续输出 左右照顾到 应该是有一个快死了吧 一个 Boss 30秒直接拿下 那家伙还变大了 哥们 不敢踏了 你早变呢 早变你还能 当肉盾给后边这帮怪 撑一撑场 顶一顶 还不可能会有机会 这时候变你还在 哎 被你放开了 都过关了 他怎么还抓着妹子的 那个部位呢 是吧 OK 这里来了 这关的话呢 艺术厂只给了一把干 但是不要紧啊 这位置给的怪 还是比较的良心 首先呢 这怪空中过不来 其次呢 这个怪背后没有 他是在一个方向耍怪 这样的话呢 就算是个挺良心的 耍怪方式了 这位置呢 四个幻影 五个幻影 一次击闭 然后呢 再往右 你可以看到呢 左一波右一波 说得过去 这枪打一条线啊 说是冲锋枪 我就行 出怪啊 你看这里 又卡住了 杀太快了 又卡住了 好吧 又是一个 10秒20秒的卡通 来了 出来了 再有三枪搞定 可能坐着也没想到 有人能杀这么快吧 然后咱们这里继续 这位置选择 把节奏压下来了 慢下来了 先杀三个兵 没有选择 时间往前冲 把所有的怪引过来 好吧 这三个兵就是所有的怪 那对不起啊 是我不知了 OK 这里呢继续 往前走 把这个小兵一枪一个 把这俩加血带过来 这地方可能是让人硬仗 他选择把这个加血带过来 然后三个马鱼爸爸 这里只要击毙一个 就能获得这个冲锋枪 有一个去左边了 很坑 现在就不太好搞了 看见了吧 这就是难点 等左边的怪转过来 然后再AB扣右边了 你看现在这个难点 他就很高 怎么能把所有的怪都控住 这里控住了 控住以后呢 捡枪开枪 然后AB躲这个马鱼妈妈的子弹 继续输出 这一把手墙 打出了冲锋枪的效果 赶紧换 漂亮 就有冲锋枪 这火力就顶住了 一下就不一样了 那这样的话呢 可以看到呢 一次用冲锋枪呢 凝死了所有的怪 然后呢 加血现在也是 暴动都也没用了 是吧 用不上的 之后 哥们你们被打成丧枝了吗 都怎么了 他们是想变神吗 打成了那个中心的室位 好吧 这里应该就出现了卡车啊 我们来看 这个下一只怪 什么时候能刷新吧 十秒钟过了 大概是十五分钟左右 给他帮怪都打成室位的 然后你看这吧 这种就是没有办法了 你不杀光 敌人走不了 敌人出太慢 那我们能做的 唯有等 二十秒过去了 他这里枪不能停啊 因为他可能也不能准确的 估计出什么时候刷怪 而且没必要停啊 这个东西不像飞机的游戏 一下一下 按住了就行 好 四十秒过去了 你看是吧 像这种就是我说的 他本来这种游戏呢 就是为了爽 为了解压的 突然中间你给N住了 他肯定是不得啊 将近一分钟了 五十秒了 是吧 因为他这东西走计时期啊 我也不能给他掐了 干什么 这里呢 就是小等了一分钟的怪 前面的话呢 不到十五分钟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开等了 应该是正好一分钟 才出这个练球兵 OK 咱们这里呢 继续往前冲 冲到了这一关 这一关呢 因为屏幕上有刺啊 所以说出现了乱码 那么呢 他直接把这个boss场景呢 定格在这了 我瞅明一下 正好是boss场景 我们来看啊 这辈子呢 是M16的一波疯狂扫射 把胖子 快影 最终boss 全部进出击毙 这里是不是这关的终结点 全死了 又要等吗 哎 附体了 你看这吧 他把这个boss战场 直接定到了这 挺科学的 要不然的话呢 带着这团乱码 一直走到前面过河 然后上岸 挺不得进的 这样的话 其实还挺好 挺好的应该的 之后第三次附体 哥们 你都出来多少次了 见怪不怪了 你负什么体的 这里我们看到都是伤害啊 这是几条 蓝 绿 两条多 老三条 两条多 两条半的一个血量 超香 OK 那这样的 本游戏的第六关呢 也已结束 还得往前走吗 应该不用吧 这位置还需要走到 这个主战场吗 他这个拳怎么点成一条线了呢 好快啊 这个位置哈拿累了 撩一撩头发 这里可能又是因为杀怪过快 所以说导致这个 暂时还不能结算吧 我估计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你看这个拳 这个拳 这个手伸住了 没谁了 那么搞定 那这里呢 是结算分开始加了 咱们继续 18分钟不到呢 来到了本游戏的倒入第二关 第七关 实验室 走了 之后出门有一把冲锋枪 先跑过下一遍 空下怪同时捡枪 那这样的话呢 一旦有枪 这个哈拿的战斗力呢 直接啊 直接登顶 再来到好使 直接到了这个时间 然后还是塔半屏 不让这个六boss呢 这个子弹炸到自己 老套了 直接往前冲 这里千千一跳 让所有的怪呢 来到了中间 顺势往左一扫 把所有的怪放到一边 你看是吧 我一直在教学里教过各位的这个通用的技术 在大部分的快打类游戏过程中闯关类游戏里边 都好用 对吧 身后无兵 特别的关键 特别的关键 当然了 他这个能左右摆 这是人家这个水平高 是吧 因为这个左右摆很容易物数千千 但是呢 你这个尽量玩的时候 还是要保证那一点 身后无兵 你看是吧 那很关键的一点 这种想保证身后无兵 可能有点 小像两样的困难 你这个怪走路乱飞 现在呢 好 卡到了第一关出场天坛的位置 这样的话呢 也依然是保证了身后无兵 你看是吧 还是遵循着这个原则的 这个游戏这个东西 或者是其他的什么东西呢 都会有点这个大功小异的一个道理 然后这里再继续 往前走 往前扫 往前走了 还有一个eBoss 没死 扫死 没了 那这里呢 你们先往前走 还是那个冲冲的胖子吗 好吧 还是那几胖子 这几胖子 是少数的作为原版兵种登场的一个人物 然后呢 吃了一手 刘打打嘴 鸡脚人走 哎 这几个兵也是原厂兵 然后现在不是吧 现在的话呢 是改动的这个精英兵 这个练锤兵在这个模式之下呢 似乎也没什么 太能发挥的地方 好吧 终极武器登场 M16 这样的话呢 没人再能阻碍这个哈纳 一丝一毫 这个游戏要是不用枪玩 能怎么样 想必会很开心 反正我基本上等于不用枪玩 我的话呢 基本枪都会打掉 但是这游戏有一个良心的改动 就是说你在死兵或者揭蔽的时候呢 人物会随机带一把枪 没有这个良心改动的话 我相信一般玩家 即便是洁癖 所以兼职不到的有意图 各位不信可以去试一下 兼职 反正我是兼职不到 要是死命又不给枪的话 一球我估计 我可能 可能打不到的回关 这位置呢 又出现了一个卡盒的情况 比较难受 这次是个小卡 还不错 这次是个二三十秒的一个小卡 OK GoGoGo 来到了电机处 电机登场 这里是这个改版 改版里边呢 最常见的一个死亡电梯 是吧 在原版里的话呢 这个电梯非常的简单 改版的话呢 难度一般都会把这个电梯里放弃不得快 那个电梯里这个地形上比较适合我防战就好 被靠大墙的话呢 身后五兵 但是呢 这种模式对象呢 就是敌方的拥抱 我们这里呢 只要速度枪 对面基本上是来一个死一个 来两个死四 基本上差不多就这样了 来 那是吧 这个EBOSS是个例外 EBOSS的话呢 第一条水的对方相信的坚持住 然后呢 再给大家去 大家这个家手 毕竟能吃上啊 打死外的话呢 去不如在右边 而且在这个距离刚好 就是跟6BOSS差不着 你开始把这个雪在右边毕竟能吃上 这里呢 直接下来开始扫 把这个马迪妈妈幻影 是存败给的 在这个地图里面 或者说在这个版本里面 存败给 上面的跨影为什么不上 它不会影响过头时间吗 上面的跨影一直就是卡着了 你不动它也不会动 我们来看 最后那个跨影会不会影响过头时间 看这样是不会啊 好像又到了那个卡个点 啊 撬到最后的杀 这里的话呢 如果真是正分多秒 就是怪异死 不能走的话呢 被应该会上的 必须要杀了 这么快 你看是吧 又到了这个卡个点 这个东西 主体不耐的 感受不耐的 还有50多秒了 根本不能给他 哈那卡死了 好了 EBOSS来了 电梯缓慢的运行 可以 加血不吃一口吗 没有选择吃 是选择先照顾这个BOSS 打完 这个决 决则没有任何问题 还有一只怪 OK 那么电梯结束 这里呢 继续往前走 这个位置 为什么要给这么多家里的枪啊 应该是为了照顾 呃 大部分的玩家 因为大部分玩家 在电梯里可能掉枪 这个位置呢 直接是跑到了左上的位置 很可以 这样的话呢 左边有一个马尼爸爸 哎呦 这个雷还没站着 他这个游戏 似乎有点什么说的 就是说这帮怪呢 你在屏幕最顶的时候呢 这帮怪应该会 往下泥线的位置去活动 我看好像是这样 所以的话呢 每次他一旦站到最顶 这帮怪似乎 尤其是不远较的怪 像马尼爸爸 他的那个开枪 就会低汉大 也好像刚好打不到 哦 我不是这游戏 呃 资深的玩家 就是说呢 对一堆细节 不太了解啊 我只是通过 他这个视频里边 他的一个走位 呃 来判断 应该是这么一个 因为每次他在 有马尼爸爸的时候 问西方 他都会走在 屏幕队里上边 然后那个子弹的话呢 有时候能打的 有时候是一行 有时候不是一行 OK 这里呢 继续往前走 啊 来博瑞 这位置呢 三个内球兵 从来这 哥们你又不开枪 他能不能上了快点 好 不能 这个内球兵 看来上不上了 这个开不开枪 没什么关系 那这位置肯定是 点上刷兵啊 相当于主门口杀了 几个圆满小兵 在这里显得好可怜啊 这里的圆满小兵 好像就是送家 送温暖 OK 这里呢 是机场先走 这位置呢 还给了一波枪啊 因为是怕这帮 普通玩家呢 在这个boss战里边 没有枪可用 那么要来了 boss战 这位置呢 刷了几个6boss 先往左扫一波 能不能扫死 没扫死 那开场一定是交给AB 是没什么好说的 不可利弊 AB之后减枪 然后往下走 左右扫 AB对空 AB减枪 开扫 AB对空 血量明显不够用 是吧 你看 即便是那种大神 还只剩三个AB就血了 然后继续 你看这把他炸的屏幕都在下边 他这战位看怕整个炮弹 高于咱们一行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感觉我这个判断没什么问题 好吧 这个位置呢 7boss呢 也直接 也直接被这个大神轻松料理 害附体呢 害敢的附体呢 哥们打完了 心肯是大 这边都结束了 你俩害敢的附体 OK 然后呢 来到了北枪的最后一关 开局 还请给了一把小手枪 那这样的话呢 凭借着这把干 来干一干最后的忙忙多的十字怪 他这里呢 就先把右边的打死了 保持身后无兵 很关键 然后呢 左边可以疯狂输出 这位置呢 打这个刀手 给了一个巧克力 巧克力的话呢 起码能回一手 ab的血量 这位置在等着吧 往前跑 ab ab 不要枪吗 ab ab 我们来看啊 他现在把 等左边的怪出来 ab 开枪 能顶住吗 顶住了 可以 这里的话呢 他是做了一个 很厉害的一个决定 就是说 起初先牺牲这个 呃 枪的一个输出时间 和枪的一个输出位置 因为的话呢 他左边那只怪呢 是他打到一半的时候 才出来的 他选择从右往左 开了n个ab以后呢 左边的那个5boss 呃 直接对着汉娜呢 用了一个冲锋 冲刺 这样的话呢 就把左边的位置 给让出来了 让咱们能保证 诶 哥们那个枪不要吗 他怎么不要冲锋枪呢 你没太看懂啊 是这个干的输出高吗 好吧 这里位置咱们来看 没有要冲锋枪的原因 看看能不能看出来 又是到了一个卡克的地方 这游戏汉娜的枪那么高都不卡克 这游戏平凡的卡克 你看里边那个龙神听个意思 一脸呆直 他们在走上就要一看 不脸呆直 中间那个更呆啊 路边那个还正常的 怪呢 哥们 好吧 又是一个将近半分钟的一个等待 咱们来看一下 这半分钟 这不你刷个怪啊 其实这个时间对他比较难啊 咱们可以这个放松进入一看一看 他这个位置还得集中精神 别突然出怪给他暴击打没了 来了 再一分钟左右 这个怪又来了 你可以看到就这个过场时间大概就走了这有三分钟了吧 是吧 咱就大概的往前一回味 大概就有了个三分钟 如果把这三分钟去掉的话 这个游戏的流畅性更高 看能不能开心 玩起来应该就是爽 那么这个位置就继续啊 是吃了一口大家雪 把雪回满 然后呢 最后有怪爆了个沙特干 之后他站了一个位置 是前后的火喷不着 然后有怪浮空了 他就能AV把浮空的怪打下来 之后呢 继续对着右边输出 打死一个刀手 他这个火就直接走过来了 这有点屌吧 然后这位置继续再来 因为手里有拿 因为手里有拿枪 所以说给上那个喷火器打不掉 那么呢 这个喷火器呢 首先就不打了 然后这位置能继续 看来这个海底全是狮子 这个狮子攻击力能不能再高点 这攻击力再高点的话呢 这个狮子并就直接一下秒了 现在每次都拆在水有点可惜 OK 那这位置接着很早 滚筒滚到墙里困不动了 这个场景比较少进啊 哎 来了 这里是背后无兵 可以 AV一下 马鱼妈妈会往左吗 往左了 把他们都引过来 站半屏 最佳的一个杀特干输出位置 可以可以 全部撂倒 很牛逼 这波这个位置站的是非常的久 先从最右 一直呢 把怪顶到了最左 然后呢 站到半屏 持续往左最大输出 之后呢 没等左招怪死 就赶紧往前走 把这个怪一起引过来一起杀 这是速通常用的一个技巧了 之后呢 接着喷 OK 全部喷死 又卡壳了 好吧 再等一会吧 马上呢 来到了本游戏的最后一个战场 还行 这是一个小卡壳 问题不大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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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那么咱们一起来看 本游戏的最后一个战场 一出场落地 直接AB 裹一个炮弹 然后在那几个胖子呢 还在 杀恐龙的时候 已经呢 干掉了他的几个助手 6Boss 之后这关挺坑的 就是这帮胖子往前扔刀 这个扔刀的话呢 会影响一些玩家 这个减枪或者开枪 但是对于这个大神 感觉好像 不影响 对于这个康义华大神 感觉好像没有任何的影响 时间来到29分钟 咱们来看 这位置呢 已经是最后的Boss战场了 你可以看到呢 从左至右 忙忙多下来了N个怪 而且呢 作者很有创意的 整批只巧 你可以看到这个巧的话呢 是要掉了他N多的AB 这位置呢 不整龙下去 再AB 减枪 扫一会儿 AB 巧来了 巧死了 那可以 少了一个敌人 汉堡包一吃 继续AB减枪 然后从下方上走 开始扫 来到了最顶上 AB 继续 可以看到呢 这一管血 带着两个加血 利用的是淋漓尽致 还没完 还有一个终极Boss 他来了 各位终极Boss 他来了 AB一下巧 直接完全输出 还有两个AB 巧没了 那就够了 我们来看终极Boss 他来了 他死了 29分47秒 后边的话呢 就是走一些过场 这里可以看到呢 全程啊 除了这个 故意挨打骗一个暴击以外呢 就没有再被打过 是吧 他厉害啊 8个网都可以加我的期望 372159923 这里呢 再次感谢大学啊 也感谢各位班上的收看 咱们明天同学时间 不见不散 拜拜